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时时刻刻就是有时候演 时不时就会带出来一点 对 就会带出来一点 有多重呢 也不重 就七十多斤吧 红金 性格挺好的 你一学环境艺术设计的干嘛想去搞表演 哎呀 其实吧 刚小时候就特别喜欢表演 像什么唱歌啊 什么就是演戏啊 喜欢当明星 对 当大明星那种 是想出名还是想获利呢 想出名啊 出名有啥好的呢 出名让更多人认识我啊 认识了你又咋样呢 就给大家带来快乐 也许是带来痛苦呢 不能吧 如果要给大家带来快乐 你为什么不控制一下自己的身材呢 控制一下自己的身材 当一个演员自我约束性 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啊 你约束不了 特能吃 哎呀 现在还好一点 之前就是特别特别能吃 说说怎么能吃 因为我喜欢吃那个打糕嘛 其实我们大家一起吃 买了三斤的打糕 然后我一下子就是吃了能有 两天半 我想吃那么些了 但是因为好东西要跟大家分享嘛 然后就控制了一下自己 心欢啊 对 你平时应该没什么烦恼 平时没有 就烦恼就是一会儿就好了 最能刺痛你的烦恼是什么呢 胖啊 我以为是失恋的 没有 失恋其实没有什么 就是没有机会失恋 是这个意思吗 有男朋友 没有 没有男朋友 没有过 怎么说呢 其实爸不是 没处过 没正常的谈过男朋友 没正常的谈过 对 非正常的谈过 非正常的话 就是说可能两个人 聊的时候挺好 一见面就完了 咋了呢 一见面可能觉得 对方可能觉得我就是 跟他想象的完全不一样 感觉他照不住你 对 可能有可能是 那燕华为什么你的这个简历上说 你的家庭成员有父亲母亲和女儿呢 你已经是妈妈了吗 我不是 女儿是我自己 这个姑娘上台的时候呢 我们感觉到充满着喜感 而且呢 她有自嘲的精神 我觉得这姑娘挺好的 有一点点演员的潜质 因为她比较能放得开 这一点 我觉得还刚开始的时候 还对她蛮有细心的 那你为表演这个专业 你做了哪些准备呢 学习了什么东西呢 最疯狂的一件事就是 因为老师 所有的老师就认识我的时候 都说你应该去学一学 但是你现在不学的话 你可以去买几本书看 然后我就在他们这见一下 我就两个月之内 一点都不太夸张 买了一百多本的表演书 看过多少本 这些看过了能有十多本 不是那么多 你觉得你学的透吗 我觉得我看过的那几本吧 还行 你觉得你能成为一个好演员 我觉得应该能 你现场扮演一个角色 怎么样 可以 老公走了 老公走了 对 就在他的坟县 哦 一个非常爱你的丈夫 突然之间走了 从前在家里面 你什么活都不用干 开始 开始 你怎么就走了呢 我知道 你以前那么喜欢我 那么爱我 你得了干爱 我都不知道这个事 就是因为 因为大夫 他实在忍不了了 他才告诉我的 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呢 你知道我有多难受吗 我真的 我真的太难受了 呼吸对于我来说 特别难 但是这次我觉得 真的 我自己我也没有想到 当时这种情感到了以后 就马上就扑出来了 我觉得 也是真的 很 很让我惊喜了 是 我觉得 外行可能会觉得 很热闹 很好看 但是像我这样的 半内行 会觉得 缺少了真正的 舞台表演的 基本 都是我 我好 我一个人 我会好好照顾自己的 你放心吧 你再往前走一步 那坟就要被你踏 我发现 他在演戏的时候 没有口音 哎呀 这个孩子 你真可爱 挺好的 这个孩子 他至少 他入戏了 他有心理和身体上的行动 就等于是 大家不是看他在念台词 他是把自己也感动了的 但是呢 作为一位专业的演员吧 他其实 你还差很多 需要你学习的地方 除了演员之外 别的考虑 别的也考虑 因为作为演员嘛 然后要是在一个工作 片场的工作考虑 对 片场也可以考虑 都可以 咋起咋吧的事都可以干 都可以 就为了表演 豁着去了 是 要求薪资多少 五千我上吧 够吃吗 够了 哎呀 那是之前能吃 现在吃不 吃不多少了 其实 其实 第一轮选择 去过来 还有五斩的 我先说说 从我这个表演的 爱好者的角度来说 我觉得你表演 还是有瑕疵的 比如说 你在刚才 库坟那一段 有几个细节 你的眼神是飘的 是出戏了 我建议你啊 就是把自己的 这个求职范围 再扩得更广一些 因为影视公司 已经灭灯了 今天来 咱们不能一无所获 给自己多留条退路 好不好 好 他们不希望 影视行业 受到你的影响 是这样的 虽然你这个选 这个演员的 这种局限性会有 刚才讲了 张总已经灭了灯了 那我们企业呢 会给你提供一个 类似于 就是讲故事的 这样的岗位 就是说 你会把一些产品的 利益点呀 包括区域的特质呀 然后会给它 讲成一个故事 图C 然后给我们宣传出去 也会用你 目前的一个特长 会发挥这一块 所以说我觉得 你应该考虑考虑 把你的这个职业生涯呀 放宽一些 不要局限于 目前的一个喜好 好 好 接下来我们进入 天生我有才 你是想成为 像贾玲那样的角色吗 就是喜剧效果 对 我想就是 因为我本身 我就就是特别 带有喜剧的感觉 你会说段子吗 会说到说不上 但是就是说 我可以 可以现场来表达一段 来一段 今天呢 我要用我的家乡话呀 要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的大丹栋 基本上 就来我们的丹栋 是啊 第一个地方去的就是 鸭绿酱 这鸭绿酱的景色 就是特别特别的美 丹栋的美食 就是海鲜 那个海鲜的味道 我跟你讲 哎妈 老棒了 真的 大黄鲜 大梁海鲜才好吃呢 你这丹栋的海鲜 咋好吃呢 丹栋的海鲜 老好吃了 就那丹栋的大黄鲜呢 哎妈 透飞 透飞的呀 哎妈 那一打开 就可谢了呀 可谢了 这个姑娘的勤商应该很高哈 来 我们进入职场勤商课堂 如果为了企业的生存 你会和朋友竞争业务吗 我感觉 如果说 同行在竞争的利益的话 但是如果你们俩关系是特别好 特别特别好的话 我觉得就不会在意这一点 我觉得两者一起 有这种默契能配合 我觉得会完成得更好 这道题其实它考的是在你 情感与职业之间的这种绝择 其实我觉得这道题 针对你是特别好 就是你是感情用事 可能会更多一点 在你的性格里 对 那除此之外呢 其实我觉得你的整个的反应 你的情商我觉得还是蛮高的 我也能看到是说 你为了所谓的这个演员的梦想 你真的是在 按照你自己的方式在努力 但是如果真的是一个好演员的话 人生何处不是舞台呢 所以我真的是希望你 能够像我们的这些老板们 给你的建议一样 拓宽一下你自己的职业道路 这姑娘做销售多好 对 其实它有很多这种市场啊 销售啊 而且它会有很多的灵感 所以我觉得今天金慧给的这个岗位 还是真的非常不错 但是他刚刚回答这个问题 我倒觉得不是很满意 因为我觉得他所谓他这个问题 首先说明两个点 第一个是他本身没有特别多的职场经验 是的 我看得出来他读不懂 对 第二个呢是我觉得他过于的感情用事 职场当中 其实我觉得朋友归朋友 但是当你面对 尤其是到了企业生存的阶段的话 我觉得这个时候你一定要想想 你的理性在哪里 你的专业在哪里 所以我这个回答我觉得 就虽然扑向你的情商 但是我觉得我会担心这两点 来请问一下 销售接不接受 也接受 做过销售 之前做过 咱试一下 卖酸奶 行 你卖给那个卖大米的好吧 好 那个那个姑娘 我告诉你哈 我们那会儿稻田 离你们丹东啊 是一百公里 哦 你的口音我听完之后特别亲切 特别亲切 那就卖吧 卖奶吧 来 你好企业家 我现在 手前攀倒香 这个酸奶啊 就是喝完以后吧 就是让你的心情非常的舒畅 这个酸奶的味道 就是也是特别可口的 都是一个非常好的 我不喝酸奶 为啥不喝酸奶呀 是因为 因为我的这个肠胃不行 肠胃不行啊 对 那肠胃不行的话 我看你是想把那袋奶给喝 姑娘 你把那个 你手上哪个东西你看了吗 你了解你手上产品了吗 它叫什么名字 它叫 它背面的说明是什么 它背面的结构是什么 成分是什么 使用方法你看了吗 你觉得拿着手上就卖了 人名字都搞不清楚啊 小女孩卖给自己老乡 一包酸奶 这是so easy的事情 你卖给她一箱 实际上她都买 你这么小 她都输了 这点销售的演绎 真是让人非常失望 满嘴的胡说八道 拿上来了之后 连俊乐宝的名字 都没提一下 然后自己编造了 很多产品属性 什么吃了会笑 满嘴根根本没跑的 没边儿 最减分的就是这个 我觉得销售对于我来说 特别的特别难 但是后来我想了一想 人力资源老师说 你现在做的 不是说你想要的 是你现在缺少 你必须要靠这个 来去坚持一件事情 然后再谈你的这个梦想 我觉得其实 确实是这个道理 因为年轻人嘛 对于我们刚毕业的学生来说 找一份自己稳定的工作 我觉得比什么都强 第二轮选择去坚持 还有一阵人 我们阳 我们再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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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天 和谈 谈 我们再谈